嗨,大家好,我是阿菜 今天用鸭针来教大家做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家常菜 你平时要是找不到新花样做菜 点火头像旁边的家号就可以收藏 主页毕竟更新了一千多道香西米食 学到就是你赚到 为什么鸭针你总切不好呢 在切之前可以拿去冰箱先冻一下比较好切 这样切出来的鸭针纹路很清晰 切完洗净加料酒,盐,生抽,胡椒粉,蚝油 抓拌均匀,让它吸收味道 帮忙点红心是清粉,不点是本分 我相信只要作品OK,你们自然会支持,对吗 在红薯粉里面加点水让它浓化 鸭针表面光滑,其他淀粉吸不住 用红薯粉粘性强,比较合适 腌制这东西也不需要加单精,根本吸不住 最后加点油,色泽明亮,不易粘成一团 砂锅里面下油 葱,姜,野山椒,蒜头 开中火煸香 压针平铺在表面 扣上盖子,小火焗12分钟 全程不用加水的菜,你试过吗 撒上葱花红椒末点水 我的主页就是一本活菜谱 喜欢做菜的,可以去找一找 相信总有一道适合你